嘶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JYP電台 在觀看影片前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其實最近 無線都安排了不少落選的 港者在東張西網 或是娛樂新聞台 做外景主持 當中包括有 梁敏孝、黃遠欣、何佩嘉 以及廖惠儀等人 而在16日 郭富城現身在海港城 擔任亮燈嘉賓 接受訪問時 被問到會不會在聖誕節 有外遊計劃 呈聲表示一至兩天的假期 他說他除了扮聖誕老人之外 今日出席海港城的儀式 裏面都有很多獨角獸 很漂亮的聖誕樹 還有很漂亮的燈飾 加上可以籌款 作為爸爸 他會帶他的小朋友 和家人在這裡打卡 到時也會在這裡見到大家 晴晴說完之後 他身邊的無線娛樂台主持人 賴燕瑜隨即問 會不會帶小朋友呢 到底這位主持人 被晴晴的外貌吸引了 但完全失衷 他好像完全沒有心聽書 完全沒有心裝在 完全沒有聽到 剛才晴晴說 將為爸爸 會帶小朋友和家人來這裡打卡 於是郭富城就說 我剛才不是說了 我剛才不是說 我會帶小朋友和家人 太太來這裡 因為他小朋友很喜歡 說回他的小朋友 但是說到 他已經說了 我就說了 對於這位在訪問的 這位賴燕瑜 是完全沒有聽到對方說話的 之後他就問了 TVB台慶聽說你會回去做 一個表演嘉賓 是不是真的 晴晴表示他自己是TVB出身 我提及到 如果沒有聽到這個消息的話 今年台慶 他也有當年訓練班的老師出現 其實已經退休了 但他就很希望看到他們 至於你說有什麼活動 就要尊重TVB 我等TVB公佈 我畫公仔畫出腸 但是這個賴燕瑜似乎 就不太滿意的答案 於是就追問 就是confirm了 那天會出席 我誠懙就回答他一句 到時你就知道了 已經算是十分有風度 但是呢 他就不懂得轉彎 就是他不知道 其實別人已經想說第二件事 對於這位賴燕瑜的 28歲的一個女生 她其實參選了2021年度 香港小姐競選 只不過她在28強已經止暴了 其後就安排到無線娛樂新聞台做主持 在今年5月的時候 她有追問姜麗文為何會慶祝母親節 但姜麗文其實她父母早已經離異了 在她一歲的時候她的新母 梁聖子已經離家出走 去了第二島 而梁聖子在2016年已經離世 有指姜麗文和她哥哥 姜麗文傑沒有去到加拿大出席喪禮 在片段中補光之後 有不少網民就開始說 她就說 這個賴燕瑜完全沒有做足功課 幸好姜麗文也不太介意 很大方地回應 她就說 母親節是跟爸爸一起慶祝的 因為有很多年 爸爸也是做單親的角色去照顧他們 其實這個TVB的主持人 很多時候都沒有好好地去看他們 究竟有沒有好好地去採訪他們的對象 有時候又不是很聽到別人說什麼 尤其是在郭富城那段訪問 別人已經說了會帶自己的小朋友 但她是完全聽不到的 同時也是當時只有她一個去訪問 相信當現場應該有很多人說話 但問題是她一個人訪問的時候 也是一對一這樣說話 所以就要聽清楚對方究竟說什麼 這個方面 還有另外那個姜麗文的採訪 其實也沒有好好地去看一看 要訪問的人的對象 她的背景 了解清楚 畢竟做娛樂新聞台的女主持 你要對那個人物 或者你要採訪的對象 知道她的整個心平 或者她發生過什麼事 無論是演藝生涯的一開始的部分 或者是她未進入一個演員的部分 還是她成為演員之後她會怎樣處理 各樣東西其實都要療而指掌 就不是說不需要做功課 我覺得她自己先做好功課 如果都沒有聽別人說話 其實很難做到訪問 有時候我覺得以前的主持會好一點 就是你真的會聽別人說話 然後可能你自己也要收拾 就是你想清楚你要提問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 可能對方會說到這些答案的時候 其實你又怎樣去回敬對方 就是你又怎樣去回應對方 或者是用一些好一點的表達方式 其實做一個主持 絕對是要她的口才比較好 還有反應敏捷 如果反應敏捷又不會說笑 又不聽別人說話 其實是很難做到一個稱職的主持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都可以留意海港城的一個聖誕節的裝飾 她有說到 成聖過往的一年 也有扮成聖誕老人去哄女兒開心 她又帶她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來打卡 同時也說到 關於台慶會不會出現呢 她又說到 有一些過往的老師有問她會不會出現呢 她希望可以在那裡見到自己以前的老師 對於這個 叫做說 在那裡說話 不太驚大佬這些 希望下次減少一點 因為真的說真的 做主持很多時候都是要反應好的 我自己最欣賞的主持就是笑S 她反應很快 譬如說 對方一說話 其實她已經馬上交球 或者說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令對方不停笑 所以我自己欣賞的主持人 我自己覺得她應有的特質就是 反應很快 可以說到一些笑話 令對方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是可以很輕鬆的 不一定說要談到什麼 偉大的事 或者要達致共鳴 或者是有達致共識 因為你不是開會 你不是開一個高峰會議 其實大家要有什麼條件出來的 想要大家做到什麼條件呢 等等 又不是一個 又不是一個談判 所以可以很輕鬆的 而且最主要就是 聆聽對方說什麼 你才可以反應到什麼 如果你不是聆聽對方說話的 其實這樣就變成沒用了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TVB也是換一些好些主持人 或者訓練一些好些主持人 至少是做足功課 了解清楚對方 需要什麼 想要什麼 這個是更加重要 另外 另外就覺得 另外就覺得 以這個港者落選的人 去做TVB的主持 會不會是 有一點點不 不符合一個 叫做娛樂新聞的主持 我覺得作為一個娛樂新聞的主持 除了美女之外 不是說很美女 即是樣子看得上 即是 大約 同時也兼備一種 叫做 這種靈活性 Flexible 即是 對答如流 或者對方 拋一個問題出來 它是 可以馬上 可以說到其他東西 或者可以說一下笑 即是 這個 在面試的時候 或者是篩選人的時候 都已經是要留意的 但如果在港者裡面 這樣挑選的話 那 我覺得 純粹是 可能港者 有些他們對自己身材 或者樣子 是有一點點信心之外 但其實不一定是說的 尤其是主持 即是我覺得小S 大家都覺得她漂亮 但小S 是不是真的 就是 漂亮為主 不是 是她的反應 或者她做的 即是訪問的人 都可以 好好享受在當中 說一些八卦的事情 那這個才是一個美力所在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作的主持 就不是樣子那麼簡單 是 即是你要對比那個反應 具備那個 對 對功課 對那個 你要訪問的 對象的 一個了解程度 又或者是 你當時其實 說話的語氣 態度 方式 都是給人感覺不一樣的 所以 TVB的主持 是這樣的 對 他不算是 這麼多人來 人才 真的留不住 對 所以 說真的 要好好篩選一下 這個娛樂新聞的主持人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 給個like 我們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 還有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變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